美陆军取消低层未来拦截弹 爱国者该何去何从 10月中旬 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计划执行官 罗萨诺少将宣布 因为成本太贵的缘故 放弃低层未来拦截弹项目 转向使用现有技术 以开发成本更低的爱国者3增成版 性能接近未来拦截弹 那么爱国者3之后该如何升级 美军未来的防空体系又会如何发展呢 自从2014年 洛马公司开发的爱国者3增成版服役之后 美陆军就开始计划 开发全新的低层未来拦截弹 以取代爱国者导弹 只是乌俄战争与中东冲突爆发之后 无人机在战场大杀四方 美军意识到使用现有技术研究成本更低 并且可以大量生产的武器 才是防空反导的重点 于是低层未来拦截弹项目被取消 爱国者导弹再次担当重任 低成本高科技武器也是美军当前发展的方向 国防预算也优先投入这些领域 这就导致多项传统大型武器的开发 受到一定的影响 低层未来拦截弹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美军的想法 未来拦截弹被取消 根本原因就是贵 虽然美军并未公布未来拦截弹的价格 不过根据美军未来拦截弹的描述 也能看出一二 美陆军之前将低层定义为 弹道导弹防御战场的低层部队 未来拦截弹则是凭借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高度与更好的机动性 来提高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 速度高度机动性都要更强 也就意味着制造成本上升 加上初期的时候 新导弹的数量较少 无法平摊太多的研发费用 未来拦截弹的价格 肯定高于爱国者三增成版 根据美陆军预算文件 爱国者三增成版的单价 略低于420万美元 那么未来拦截弹的单价 大约能达到600万美元 美陆军取消低层未来拦截弹项目 对美国军火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落马公司想到淡定 甚至还有点想笑 虽然该公司也在竞争低层 未来拦截弹项目 但是作为爱国者导弹的主要供应商 落马公司本来就准备了 爱国者导弹后续的升级方案 取消未来拦截弹项目 对落马公司的影响并不大 雷胜公司就稍微有些难受了 作为爱国者的研发商 爱国者导弹被委以重任 雷胜公司原本也应该很开心 只是它在未来拦截弹项目上的投入太大了 目前雷胜正在与诺格公司合作 以标准6导弹和低层防空反导系统 搭配诺格的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 想要以较低的成本 完成低层未来拦截弹项目 目前已经有眉目了 2024年7月 雷胜就利用低层防空反导系统 与IBS系统的目标跟踪和打击数据 引导标准6完成了一次拦截来袭目标的任务 未来拦截弹项目被取消后 雷胜的计划就会被打乱 不过按照雷胜公司的说法 它会继续推动标准6的通用性测试 总不能半途而废 说不定最后还能被陆军采用 同时未来拦截弹项目被取消 但是低层防空反导系统却没有 这个项目由雷胜公司负责 防空反导系统项目 也是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在组建之后 主导的首批重点武器研发项目之一 目标就是研发一种多功能雷达系统 替换爱国者系统现有的MPQ-65A 并对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中的 低层传感器组件进行现代化升级 按照美国陆军的说法 新雷达可以发挥爱国者3增程版导弹的全部性能 该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过爱国者雷达的探测范围 美陆军在2023年12月 就部署了具备四个传感器的低层防空反导系统营 并且计划为其集成后端阵列 使该系统具备360度的跟踪能力 低层未来轮接弹项目被取消后 对美陆军未来的防空体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美陆军给出了两个选择 开发低成本的爱国者3增程版 以及防空体系一体化 关于爱国者3增程版的后续升级 美陆军并没有公布相关标准 但落马已经做好准备了 美国陆军当前的想法 就是以现有技术升级爱国者3增程版 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 至于如何降低成本 火力军则更倾向于爱国者3的缩小版 以及升级杀伤力增强剂 爱国者3与早期的爱国者导弹 有很大的区别 最关键的就是大小 爱国者3的体型 要比爱国者1和爱国者2小得多 其杀伤方式为动能杀伤 利用速度产生的冲击力摧毁目标 而不是利用高爆弹头 这就意味着拦截弹 不需要为弹头留空间 目前爱国者3最常见的型号 就是CRI版与增程版 一个爱国者导弹发射器 如果发射16枚爱国者3CRI版 但发射爱国者2时 就只能发射4枚导弹 较小的尺寸 也就意味着可以在单个发射器上 装载更多的拦截弹 作战效果与作战成本大幅下降 同时也可以选择爱国者3 与新一代的爱国者2组合 进一步提高任务灵活性 如果可以的话 美陆军可以选择 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 将一个爱国者导弹发射器 发射导弹的数量提高到24枚 也就是将爱国者3增程版变得更小 在爱国者3的升级上 罗马公司给出的说法 就是新型火箭推进器 更轻的材料 和更先进的巡标系统 如果这样做的话 爱国者3导弹的杀伤力 也会有一定的缩小 在面对导弹时 动能杀伤的威力已经足够了 只要破坏敌方导弹的战斗部 或者发动机就行 但如果对付飞机 这种比较大的目标 单凭撞击的效果 或许无法摧毁目标 当然这点美军早就知道了 于是推出了杀伤力增强剂 虽然爱国者3一直被称为 纯动能杀伤 不过实际上 导弹里面还有炸药 导弹在击中飞机时 会在机身周围爆炸 形成一团结束碎片 提高对飞机 导弹等目标的杀伤力 增加命中击杀的概率 自爱国者3导弹服役以来 杀伤力增强剂 就是所有爱国者3的必备部件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杀伤力增强剂虽然有炸药 但是就作用而言 它并不是像爆破战斗部那样 直接炸毁目标 其主要目的是 飞溅出一些被称为 百线的金属碎片 扩大对战机的杀伤效果 同时引诱敌方导弹爆炸 1996年的报告称 爱国者3导弹使用的杀伤力增�伏剂 将是乌合金制成的金属碎片 只是实际服役的爱国者3 还是使用了钢制碎片 在最初的爱国者3导弹上 杀伤力增幅剂包含24个金属碎片 每个碎片的重量只有95克 炸药的重量只有330克 要知道 美国陆军M67手榴弹内部的炸药 重量就有184克 不过爱国者3的杀伤力增强剂 与M67的炸药成本和爆炸效果完全不同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称 爱国者3增成版的杀伤力增强剂 属于太碎片 如果美陆军选择进一步缩小 爱国者3的体积 那么杀伤力增幅剂也要进一步升级 其他的升级方案就比较基础了 想要降低成本 可以选择改观现有型号 不过就美军当前拥有的爱国者导弹来说 大概率不会改动现有导弹 而是以爱国者3增成版为基础 进行技术升级 或者增加模块化的程度 除了升级爱国者3增成版之外 美国还在研究防空体系一体化 目前美陆军正在研究 如何借助新的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 与萨德防空系统 直接补充爱国者系统的缺点 IBS系统由诺格公司开发 作用与它的名字一样 通过提供开放式架构 指挥控制与网络环境 将各种防空系统的传感器 拦截弹连接在一起 说直白点 IBS系统就相当于一个中转战 将战区的防空系统拉到一起 再重新分配任务 美陆军当前的防空反导作战力量 主要由萨德末段高空拦截系统 爱国者中远程防空系统 与复仇者进程防空组成 虽然各系统内部可以做到深度协同 之间不行 无法在探测跟踪 目标识别 指挥交战等方面协同 但是有了IBS系统之后 美军可以通过一体化的火控网络 获取雷达信息 并指挥发射系统 对来袭目标发起打击 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作战指挥 实战情况下 IBS系统可以做到 让萨德与爱国者更灵活的作战 发现高空目标后 可以发射萨德拦截 然后再发射爱国者3 作为备用拦截弹 同时保证萨德与爱国者3的导弹储备 对于爱国者而言 可以借助萨德系统 在更远的距离上发现目标 以获取更多的预警时间 配合最新的低层防空反导系统 爱国者3也可以做到360度搜索 一定程度上来说 IBSC系统就是通过协同作战 用来弥补美军现役防空系统的缺陷 也避免了对单一系统的升级 算是省了一大笔研发资金 目前IBSC系统已经服役 并进行了多次测试 美陆军计划在2024年12月 为第一个爱国者导弹营 装备IBSC系统 到2031彩年左右 所有爱国者营都将部署IBSC系统 在美陆军未来的防空体系中 IBSC系统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美陆军目前正在开发的防空反导项目 主要包括IBSC系统 机动进程防空 间接火力防护 低层防空反导系统 在美国陆军的设想中 在一个典型的防空场景中 IBSC系统负责指挥 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负责纵身区域的移动作战防御 间接火力防护系统 在友军附近区域警戒 搭配低层反导系统的爱国者三 则负责保护友军的外围战术作战区域 其中IBSC系统 统一管理和控制所有的传感器与拦截器 这点火力军就不再多说 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则用于保护机动部队 以应对无人机与导弹的威胁 其中包括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与定向能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二者火力军之前也提到过 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就是将导弹火炮定向能武器与雷达 整合到史崔克装甲车上 用于野战防空 主要对付无人机巡飞弹这种目标 美国陆军早在2016年就指出 其在欧洲战区能力不足 缺乏对新型空中力量的防御能力 特别是无人机风群 2021年4月 美国第十防空返导司令部 就已经接受了首批防空系统 2023年采购了162套 机动进程防空系统中的152套 并计划在2024年结束前 来采购剩下的10套 定向能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则是将进程高能激光武器 装备到史崔克装甲车上 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024年3月 美军就将定向能机动 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中东 进行实力测试 间接火力防空系统 则是美陆军为了减少 对爱国者的依赖所开发的 装备包括间接火力防护增量1 与间接火力防护增量2 其中增量1系统采用铁穹 目前已经完成新装备的训练和部署 重点还是增量2 其包含拦截弹 高能激光 高功率微波 在拦截弹方面 美陆军开发了持久盾系统 主要武器就是AM-9X响尾蛇 目前正在进行测试 除此之外 美国还打算为持久盾系统 配备第二种导弹 专门用于对抗巡航导弹 新导弹的性能类似AM-120D 但大小与响尾蛇类似 高能激光武器 也就是女武神系统 功率达到了300千瓦 最大射程20公里 高功率微波武器 则是利奥尼达斯系统 能通过人工智能 控制固态功率放大器 以优化功率输出 通过调节频率 击落无人机 最后的低层防空反导系统 则是替代爱国者系统的雷达 具备360度的远程传感能力 这里就不再多言 总的来说 在当前的战场环境 美军取消低层未来拦截器 很正常 以更低的成本拦截目标 才是未来防空系统的重点 而且在拦截巡航导弹者方面 萨德与爱国者3增程版的能力 已经足够好了 至于美陆军 未来的分层一体化的防空网 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美军的防空反导能力 以乌俄战场为例 乌军获得了多种美制防空系统 包括毒刺 GISAMS以及爱国者 从配置上看 这套防空系统已经很全面了 涵盖了所有可能的需求 但是这些系统之间 缺乏有效的整合 作战效率并非1加1大于1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爱国者3增程版 未来会如何升级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接着 只事十分之一 可 听结束zhou 我们今天大家要听 这个美军刻给一个母席 我 splits коммент 很多命的时候 是 会致摆 但这些稳之勿 会发授 寻 ess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